有没有很累 很累很累 不方便 台东县南横公路六口温泉段 边坡大面积崩落 力道部落基本名声都出现问题 包括交通 农产运输 更是受到严重影响 6月17号海端乡公所举办的地方座谈会 立法委员简东明也前往听取名义 部落族人不满 道路崩塌十几天 相关政府单位处理进度缓慢 造成农作物巨大损失 海端乡民代表张荣靖指出 南横公路六口温泉段 5月28号道路中断十几天 每天只开放三个通行时段 认为相当不辨明 今天既然六口温泉 现在没有在失控 为什么不能走多量的方式 一定要按照时间是七点到八点 那当今天听到村民把八点过了以后 要等到中午十一点才能回到家 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子出家 你早上下午要到父母 那小孩子在家里 谁要到父母 我们在六口温泉 为什么这样去开放 就是要确保用户人的安全 公路总局回应 若增加通行时段 就必须增加监看人力 表示武力负担 但因为这条道路 居民基本生活出现问题 就学 就业 医疗 还有农业运输等 都必须仰赖这条唯一的领外道路 他们希望政府单位找出其他可行方案 让他们生活便利一些 记者UMA 西班里特森 台东海端采访报导